小白金 好可爱 这几天 每当我训练特别累的时候 我就会来这里看看 我希望自己啊 能像健忘的鱼儿一样 忘掉生活中所有的烦恼 是啊 他们这样自由自在地游着 感觉好幸福啊 我还没问你呢 小爱的父母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小爱好可怜啊 他们以前是初恋 后来分了 那小爱是 分手之后生母 所以单独并不知情 单独不找小爱 当时苏晨养不起小爱 就去找单独 他们俩就领了证 给小爱办了户口 之后又离婚 从那以后 单独就一个人带着小爱 他们还结过婚啊 当时是为了给小爱上户口 很快就离了 那 那小爱 小爱的小爱的小爱的 少打进这些啊 你怎么了 难受吗 头有点汤 可能是被周三烦的吧 要不要回去休息一下 没事 没事 好不容易有空陪你 再逛逛 你的眼睛像闪亮星星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 我不想清醒 做好准备深深呼吸 想要陪你爬到山顶 陪你看最美的夜景 想到你开心 一起走 一起走 再远也不会忧愁 牵着手 你真的要问啊 嗯 我觉得应该是男朋友吧 我给你所有最好的 轻轻说声 我爱你 没看 一起走 一起走 把你拥抱在怀中牵着手 牵着手 我会陪到你所有时间 我想想不对啊 小鱿鱼 你不是跟男朋友去三夜了吧 嗯 是啊 嗯 哇 真的是啊 哇 嗯 才刚开始 傻啊你 都几点了 赶紧给我分房睡 啊 还有 过了九点不许在一起 回房间看童话片去 哎 那你说 他们俩会不会住在一个房间啊 不行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醒了 怎么样了 你头还疼吗 我明天出去一天都是训练 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吗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那你先休息吧 我走了 嗯 笼儿 这是我的房客 拿着 不准趁我睡着的时候 偷偷溜进来 我 我又不是流氓 想吃什么呢 就自己点 我买单 不用 我自己有钱的 我喊你来玩 当然是我心里啊 那我先走了 去吧 拜拜 拜拜 对不起 嗯 老大 你说一个小孩 他到了三呀 从早到晚一整天都没有出房门 他到底在干什么 什么小孩的 大嫂呗 问你什么 打什么 懂吗 懂懂懂懂 打游戏 他不打游戏 睡觉 从昨天晚上睡到今天快天黑 你怎么打游戏 你应该不会生病了吧 那 他连海边都没去吗 老大 我们快结束了 你着急你先走吧 你放心 老大 没事 你去吧 拜拜 老大 老大 走了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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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想外面玩什么 小点是什么 小镇子 interessant 小镇子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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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镇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回房间了 你回来了 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 他们那边训练也没什么事 我就回来了 那既然你都回来了 我 我现在去找你吧 行吧 陪你逛逛 一会儿见 是如何被你动摇了心跳 想立刻搬进你眼中停靠 你卷起风暴 一瞬间把矜持都忘掉 想念始终都要难以戒掉 让认定你是我唯一坐标 心思还需要花多少 我才能够独占你的怀抱 你看这个鱼长得好丑啊 长成这样 你看 就是 我模仿一下它 看谁学得像吧 我先来啊 干你了 才不要蠢死了 刚刚明明说好的呀 一起模仿 我们来这儿 不就是忘掉烦恼的吗 看些点不好吗 看啊 鱼的记忆力只有七秒 其实我挺羡慕它的 可以把所有烦恼都忘记 不是吗 你怎么还翻翻眼啊 你要游动起来 我演你的尾巴 你看这个 上面这个 比刚刚那个还丑 有没有 它的脸是这样的 今天都玩什么了 我今天没有出去玩 就在酒店待着 顺便给你做了个礼物 礼物 作为我们两个在一起的礼物 那 我是不是也要给你准备什么礼物 不用不用 我什么都不缺 千万不用跟我准备礼物 我给你准备的这个礼物很特殊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 要保持神秘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呀 白天要忙国内的事 晚上就忙总部的事 失望了 失望了 没有没有 我知道你很忙的 反正你每天都待在酒店 不如明天跟我们去训练的网吧怎么样 可以吗 好呀好呀 早点回去休息吧 那你工作也不要太累 注意身体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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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